欢迎大家收看小汪试驾第二期 奇瑞探索06 简单的来看一下它的外观 这是侧面 这是它的尾部 这是它的全脸 这个外观你给打几分呢 可以打开 董车地爱搜索探索06 很多时候我们直接上车试驾 隐藏式的门把手 打开 好了跟着小汪的第一视角 今天来试驾这一款探索06的探镜板 145,900的这一个版本 也就是带四驱 就是一个顶配的一个版本 这边是打火 点火 然后座椅的一个自动归位 应该有个座椅的机翼 系上安全带 这个方向盘的手感还是很舒服的 比较粗壮 这边也做了一个有弧度的处理 看它这边有个位置的提示 我们把卡布雷先连上 这个反应速度很快的 刚刚我连了一下 然后熄火了之后 打火就连上了 先来一首音乐吧 好不好 最近一个比较火的一个音乐 没错 奢乡夫人 这是一个索尼的音响 索尼 好了 我们下来就是把车给开起来 一个飞机的一个挡吧 然后一拉 走 哇 这方向盘的手感很轻啊 很舒服 好了 我们把音乐观小一点啊 这款呢 它的预售价现在是145,900 一个四驱的1.6T的一个版本 它的最大马力是197匹 然后最大功率是145 最大扭矩达到了290 12万到14万的这个价位的一个紧凑型的 有一点点越野性能的SUV 它总共有7档 它的一个模式 我们可以看一下 刚才用的是一个经济模式 运动模式 运动模式 还有雪地 泥泞 沙地 还有个越野 这个HUD还是挺清楚的啊 车速显示的也很大 我觉得看起来还是很方便的 整个刹车的一个脚感的话 是偏线性的 而且它很软 你不需要太多的有劲 我觉得也蛮适合女孩子去开这款车的 停的时候也很稳 它这一款是带自动的一个驻车的 下面是一个风情的油门踏板 我们待会来试一下加速 现在是一个运动模式 看这个挡吧 这个模式的按钮好大 前面是它的一个前挡除风 AC还有屏幕的一个开关 你看 它会进入一个吸屏的一个状态 你怎么点 你只能去左右的一个滑动 你是点不过去的 然后打开 它就切换回来了 很方便 这边是一个双闪 这边放钥匙的位置也是很有意思的 正好卡进去 也不会这样前后两个一个杯架的一个空间 好了 倒计时 我们来试一下它的一个 1.6T的一个动力 运动模式下 这个 我的妈呀 这个悬疑 动力还是嘎嘎的 但是油门还是有一定的迟缓 毕竟是一个7档双离合的一个变速箱 反正我是感觉不是那么的激进 你进入经济模式 经济模式下整个油门的一个加速会特别的线性 就很舒适 也不会有那种突然冲啊 往前跑的那种感觉 就包括你就算地板油的话 它会有一个线性的一个递增的一个加速 而且刚才我在转弯的时候大家也看到了 这个360的一个全景也是特别清楚的 等一下给大家单独的展示一下 这边的车框比较乱啊 全是车 一个周围音的一个提示音应该是我压线了 或者是周围车辆 离你聚集 有点近 一个噔噔噔的声音 哦 它HUD上还会显示一个后方距离一个警告 红色的加速 哦 精细模式下还是很肉的呀 踩不动嘛 哦 它会有一个自动车道保持有点抢我方向盘 它这两边还有一个后视镜的盲区提醒 这功能蛮好的 HUD上不只有旁边车突然靠近距离的一个 逼近的一个那种红色的警告 还会有限速的一个提醒 然后当前油量的一个提醒 现在油耗是15.2 我现在把它清零 OK我们现在是经济模式下在高架上 现在已经行驶了5.3千米 平均油耗是7.2 我们看一下它的一个 纯的一个高架路况的 限速60到80的一个工况下的一个油耗表现 匀速大概是在70左右 整个车外的一个噪音的话 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弱的 毕竟前排是一个双层的假胶玻璃 整个隔音效果还是相当可以的 风噪抑制的也还不错 但是能感受到轻微的来 从胎那边车底传来的那种胎噪 前面也有一辆探索06 估计也是试驾的或者是拍摄车 有可能是陆式车 因为在五湖 奇瑞的一个大本营 好多陆式车 比如说最近比较火的截图的旅行者 我都看了好几遍了 但是就是拍不着 K死我了 我们现在是用的 又抢我方向盘 我现在用的是运动模式 但是我感觉这个运动是不太运动的 有种干轰不走的感觉 不过它后段加速非常强 现在100加上上上上 哇 还在抢我方向盘 这个车道保持好烦 我待会看一下怎么把它关掉 哦 有可能是我没有打转向 我打了转向他应该可以的 有可能有可能有可能 也不能怪他 我试一下啊 如果我不打转向的话 我来压一下右边的线 哎 有点抢 然后我打个转向 哎 不抢了 不抢了 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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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这个有可能 我猜是默认开启 然后让你规范的一个行驶 因为你想要去变道的话 你肯定要打转向的 对吧 我们安全驾驶 接下来我都打转向 他不抢了 现在就不抢了 也挺好的 但是就是不太质能 我们来说一下他的 在城市中的一个行驶质感吧 我觉得 过这种高架的连接处的时候 还是比较干脆的啊 然后路感也很清晰 这款车呢 总体来说 还是偏那种 家用的一个调教 毕竟他这个价位的话 你真的拿来越野的话 有点不太现实 不过他的一个越野的表现 我们在今天 一个越野的一个活动上 还是表现不错的 他的一个四驱系统 还是非常给力了 由于昨天下了雨 在那个场地上 很泥令 全是泥 他依然可以脱困行驶 不过整个车身会有一种飘飘的感觉 不过 能过去 就已经相当不错了 而且 我觉得 我觉得是有一点 驾驶 乐趣在这边的 因为我试驾的车也不是很多 像这种试驾活动 更是少之又少 所以 如果你想选一款车 我觉得你可以 在当地去参加他们的试驾会 或者是有什么试驾的活动 都可以去参加参加 整个方向盘的指向性还是非常好的 你看 略微有一点点那么延迟 但是还是能够接受的 没有虚位那么大 比如说某些车 那这我就不说了 大家可以去试下感受一下 这个座椅的包裹感 我是觉得有点差劲的 左右两边虽然有衬托 但是我感觉托不到我 可能是我体型还不够大吧 可是我已经接近160的体重了 然后他头部的这个 头脱 头部的左右支撑 我是没有感觉到 因为我的头也没有那么大 不过他设计那么大 应该是有他的道理的 整个车开起来还是很轻松的 我觉得驾驭起来也是很轻松的 包括方向盘的一个随速 一个增益的一个过程 低速的时候 他方向盘就会很轻 然后开起来很很很轻松 然后高速的时候 现在过了60 他的方向盘是偏重一点的 然后他的一个 你看指向性 你看 车身的摆动也不会特别的大 看一下他的一个油耗显示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得见 我拿手机来拍一下 前是行驶了12.9千米 也就是13公里 我们这个是纯高架的一个路段 平均速度达到了62 他的油耗在6.7 深每百个公里 还是相当不错的 所以他的高速油耗 差不多应该在 7左右 比如说6.5到7.5 这么一个区间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来试一下 下班 市区拥堵的一个路段的一个油耗 好了 我们把它清零 长按清零 现在已经清零了 我们现在是市区路段 我们将开回去 来感受一下他的一个油耗 现在是一个 纯市区 探索06 一个标准模式 差不多一个下班的一个 稍微的高峰期 因为现在已经5点零几了 我们来测一下他的一个油耗 表现如何 实行女司机 这边贴了个标 顾前不顾后 侧面也不顾 好家伙 那你顾什么 那你开什么车 低速的时候 你看他的一个方向盘的一个手感 有熄火了 女司机熄火了 红色的奇瑞 哇 这个发动机的噪音还是有点大的 你在急加速的时候 能明显能感觉到发动机的轰鸣声 因为我在测油耗 就不给大家轰了 待会测完油耗给大家轰一下 感受一下 右边车撞上了 这个 大家还是要注意安全 千万不要在行驶的路中 突然停车 像这种骑电瓶车上高架的 更千万千万不要 命是自己的 怎么又上高架了呢 这边是过桥 纷纷扰扰与我无关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试驾内容 我们刚刚完成了今天的市区油耗实测 我们来看一下 我拍一下 行驶了15.5公里 平均油耗是9.2升每百公里 平均速度只有26啊 应该符合 日常我们 上下班高峰期的一个速度 它的一个 9.2升每百公里的一个油耗 大家觉得怎么样 相比较于在高速路 或者是刚才的快速路上行驶 大家可以做一个参考 这个仅代表 正辆车 以及我跑出来的油耗 所以一切以实际为准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视频内容 大家多多给小汪点点赞 我去给大家试驾更多不一样的车 还有如果你有想要看的车型 你可以发在评论区 我们一起交流 或者是下次有空的时候 小汪拍一期 给大家来看一下 好了 今天视频就这样 拜拜 下次再见